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慈 新聞開始要帶來關心臺灣的疫情 臺灣今天是新增六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疫情持續的控制當中 而至於國外的這個 對於臺灣入境旅客的放寬規定 現在包括了比利時 西班牙 芬蘭 愛沙尼亞和墨西哥 都可以免提供新冠病毒的相關證明 像是無需PCR的陰性證明 或是施打疫苗證明等文件 就可以入境 無需隔離 不過想要安心出國旅遊 施打疫苗還是相當重要 第六輪預約施打高端疫苗人數 僅僅四十億萬人 因此呢 指揮官陳時中也宣布 在放寬施打年齡二十歲 到三十五歲的民眾登記來施打 另外呢 九月一號開學在即 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食藥署核准了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 可以打莫德納疫苗 未來也將加開BNT多一個選擇 來去芬蘭追極光 住進極光玻璃屋 再拜訪聖誕老人村 這個景象好久不見 隨著各國逐漸解封 允許外國觀光客入境 臺灣旅客在各國入境管制 也不相同 目前最寬鬆的包括比利時 西班牙 芬蘭 愛沙尼亞 墨西哥 不需要提供任何文件 也不用隔離 另外捷克 英國 巴西 南非 新加坡 則要出示PCR陰性證明 而奧地利 土耳其 德法和美國等 也可以用疫苗接種記錄或康復證明代替 不過沙烏地阿拉伯對臺灣旅客最嚴格 必須有接種疫苗紀錄 否則要陰性證明 再加上隔離 打疫苗幾乎成為外國出國的必備條件 但臺灣疫苗到貨量不足 經過二十一天 疫苗涵蓋率還停留在三字頭 國產高端疫苗 因此宣布再擴大開放 從三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民眾 從十八號下午開放到二十號中午登記 二十三號起施打 我們未來有可能會開放國軍施打高端嗎 會想要打疫苗我們都尊重 但國內出現突破性感染個案 也令人憂心 目前有九例施打完兩劑AZ疫苗後 還是染疫 而十八號本土確診數六例 但不明感染源有四例 可見新冠病毒的傳播力 真的不容小覷 華視新聞 黃建穎 台北報導